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有人说这是数码的时代 也有人说这是一个虚拟的时代 主耶稣在升天之前 他对门徒也有预告 他说你们施洗约翰是用水给你们施浸 但不过多日 你们要受圣灵的浸 因此也后面有许多的新鲜的事物 使徒新传的第二章我们就看见 五旬节来了 有许多的新东西我们不知道 我们看见圣灵来了 我们看见圣灵带来了许多的恩赐 许多的门徒们都会用外语传讲神的话 而且我们也看见教会也出现了 这群主的门徒 他们一起 老在一起 交谈 他们一起聚集 他们一起祷告 一起吃饭 甚至他们 他们 把自己的田厂都卖了 过着 繁物公用的生活 我们也看见彼得 起来讲道 这一次的讲道跟以前是不一样 他的道 人家听了以后会扎心 而且圣经记载的 信主的人有三千多 到了第三章我们就看见 还有一个新东西 叫做奉主基督的名 事情是这样的 那天彼得和约翰 到圣殿里面去祷告 他们到了圣殿的门口 有一个叫美门的门口 他们看见 有一个瘸子 坐在那里 向人乞讨 其实这个人 在这里已经时间很久了 他们看见彼得要进门 就向他求周祭 彼得就对他说 你看我们 你要的金银 我们都没有 但是我将我所有的 都给你 我奉拿杀了人 耶稣基督的名 吩咐你 起来行走 然后他就过去 扶他 这个瘸子突然就 跳起来了 他站一会儿 站着 站一会儿 然后他就 走起来了 然后就又唱 又跳 又蹦又跳 大声地赞美神 究竟是什么回事 在旁边看着 众人都惊奇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个瘸子不是 天天在这里 人家天天 把他带来吗 天晚的时候 不是天天 把他抬走吗 可能常常来圣殿的人 都认识他 今天发生了什么神迹 但是围观的人 可能也记得 彼得说了一句话 他说 我奉拿杀了人 耶稣的名 吩咐你起来 这是什么东西 在那个时代的 以色列人 从来没听说过 所以彼得 就对这些好奇的人 做了个解释 我们今天要读的 这一段圣经 就是彼得的解释 我们说也是彼得的讲道 我们今天要分享的 这段圣经是在 使徒行传的第三章 第十一到第二十六节 我的题目叫做 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把它分成两段 第一段讲奉基督的名 就是第十一节到第十六节 第二段是回转归向基督 是十七节到二十六节 好 我们一起来读十一到十六节 如果你手上有圣经 你愿意跟我们一起读 我们一起来读 那人正在称为 所罗门的郎下 拉着彼得 约翰 众百姓一起 跑到他们那里 很绝稀奇 彼得看见 就对百姓说 以色列人啊 为什么把这事当作喜奇呢 为什么定睛看我们呢 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 使这人行走呢 亚伯拉罕 以上 亚各的神 就是我们列祖的神 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 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 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 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 弃绝了他 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益者 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 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 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 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 我们因信他的名 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 所认识的这人 见证了 正是他所赐的信心 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 全然好了 我不知道刚才 这个瘸子跳起来时候 彼得要去祷告 他有没有跟去 如果他跟去的话 可能有点热闹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 当这个瘸子跟着彼得 要进圣殿的时候 那个守殿官 有什么反应 这个人 我们都认识他呀 天天来 他有残疾 在以色列的律法里面 认为这是不洁净的 不可以进来 但是今天他这个人 怎么好好的来了 是让他进去 还是不让他进去呢 而且这个瘸子 圣经说他又行走 又跳跃 而且他的称赞声 是很洪亮 因为他这个称赞 赞美神的声音 是从他心里出来的 我想他刚才 被彼得扶起来的时候 他为什么站着 然后才行走 大概他不相信 我是在做梦吗 是不是 我掐掐腿 看看有没有感觉 等到他发现 这是真的时候 我不知道这个喜乐 有多大 所以他称赞神 是大声的称赞神 简直就是一个小广播 所以吸引有许许多多的人来 围观 彼得出了 祷告完了 出了圣殿 就有许多人 跟着来 要搞清楚 我们明明看见的是一个神迹 而且彼得也没做什么事情 他只说了一句话 就是奉基督的名 奉基督的名 是什么东西 我们这些犹太人 天天在这里 在这里敬拜神 从来没有听说过 但是我们清清楚楚地看见 彼得说了这句话 这个茄子就跳起来了 这是不是什么咒语 如果我当时也在那里的时候 我也会跟着他们去看热闹 刚才读了前面的六节圣经 就是彼得做的解释 他的总意就是说 不是我 别搞错了 我是奉主耶稣的名 十二节彼得说 以色列人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 彼得问这句话 是因为他觉得很稀奇 因为你们看见神迹 以色列人是信神的 他们知道他们有神 因为他们是 跟神有约的人 他们是神所拣选的百姓 当然是有神 有神就有神迹啊 他们也没少听说过神迹啊 他们小时候就听人家讲 摩西怎么带他们过红海啊 也听他们说 约书亚怎么带他们过约旦河呀 也知道耶利哥是怎么打下来的呀 不单单是以色列人知道 以色列中有神迹 外邦人都知道 不然那个亚述的大将军乃曼 怎么会来以色列找治病呢 我们说久远的神迹 我们不说了 不久前 主耶稣就在这片土地上 行了多少神迹啊 就在我们今天站着这个圣殿 主耶稣也在这个圣殿行过神迹的呀 所以彼得的访问 彼得的稀奇是有原因的 其实是说你们不应该觉得很稀奇的 这就是神迹嘛 彼得接着说 为什么定睛看着我们呢 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 使着人行走呢 因为他们明明看见 彼得就是在那里行了神迹嘛 他们觉得彼得很厉害 以色列人中觉得 这个人厉害 跟他的虔诚是有关系的 一般因为宗教的能力 就是出于修行嘛 所以他看见人行神迹的时候 他们把眼光放在这个行神迹的人身上 所以彼得说你们不应该这样 你们不要误会了 不是我多厉害 而是神厉害 我只不过是神的器皿 我们知道圣经中讲到 神和器皿的关系 神是主人 他要用器皿 神要做什么 他用这个器皿来做 是神厉害 不是人厉害 不是器皿厉害 器皿没有厉害不厉害之说 器皿只有好用不好用之说 所以圣经在提摩太后书里面讲到 人若自杰 脱离悲贱的事 必做贵重的器皿 和成为圣洁 合乎主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一个器皿 只有好用不好用 不是他厉害 所以彼得的这一段的解释说 我是神的器皿 不是我守什么东西 才有这个能力 而是神要做这件事情 为什么 因为十六节他说 我们因信他的名 他的名便叫你们 所认识的这人 健壮了 是因信他的名 也是前面圣经 第六节讲的 就是彼得医治这个瘸腿的时候 他说了那句话 我奉拿上了人耶稣的名 叫你起来行动 所以彼得的意思是说 是因为这个名的缘故 基督的名 是什么 我想每一个信主的弟兄姐妹都知道 我们天天都在说 我们奉基督的名聚会 我们奉基督的名祷告 我们奉基督的名祷告 我们奉基督的名祷这祷那 但是当我们想到 当我们想到 彼得说 我奉基督的名的时候 这个瘸子能够跳起来 我们奉基督的名 不管说多少次 在耍赖的孩子 他就滚在地上 他就不会起来 那究竟是怎么回事 所以我们对基督的名 好像似乎又熟悉又陌生 当人问我们说 你们老像奉基督的名 是什么意思的时候 我们也说不太清楚 所以人家说 这是你们基督教的套话 有读圣经的人 有会读圣经的人 告诉我们 我们今天读的这段圣经里面 圣经中没有一段 像今天要分享的这段圣经一样 它这样集中的描写 基督的名是什么 既然如此 我们就来看看 我们今天这段圣经里面讲 什么讲基督的名 基督的名 名是什么 我们知道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名 但是这里的名 指的是说 这个人的形式为人 讲的是他这个人的 person 什么叫做名 就是这个人的所事 所做 就是基督的名 就是基督是谁 要来做什么 那基督的名 有什么含义呢 他的第一个含义是 他是神的仆人 十三节那里讲 亚伯拉罕以撒 雅各的神 就是我们列祖的神 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 耶稣 我们知道仆人 是为主人服务的 神的仆人 就是为神服务的 他是执行 主人意识的那一位 这里特别地讲到 这个仆人 是有特殊的含义 因为他是一个单数 很多人翻译为 那仆人 先知以赛亚 在他的先知书里面 两次讲到 主耶稣的时候 他都是用 他都是用 我的仆人 在42章 以赛亚书42章52章 我的仆人 他指的是弥赛亚 而且这里的 我那个仆人的后面 还有圣经上 还有两个小字 他解释为 儿子 在新约的时候 我们的天父 为他的儿子 做见证的时候 他用我的爱子 这是我的爱子 我喜悦他 这是我的爱子 你们要听他 这是主 这是仆人 他的使命 是执行 主人的旨意 到地上来 拯救我们 因此他要 上十字架 所以他的第一个 含义是 他是神的仆人 第二个意思是 他是圣洁公益者 第十四节 你们弃绝了 那圣洁公益者 反求释放 一个凶手 给你们 他是那位 圣洁公益者 也是特指的 不仅讲到 他没有罪 以色列人 要杀耶稣 他们 罗织了许多的罪名 把他解到 比拉多那里去 想借比拉多 杀死耶稣 比拉多三次 三次 强调 他说我查不出 他有什么罪 你们要定他 十字架 你们自己定吧 那圣洁公益者 不仅仅是 他自己没有罪 他本人就是 圣洁公益 他要把圣洁公益 带到地上来 信他的人 就可以成为 圣洁公益的 这是第二个含义 基督的名字 第三个含义是 他是生命的主 第十五节 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 神却叫他 从死里复活了 他是生命的主 这个主是创造者 刚才领事的弟兄说 他是creator 他是我们生命的创造者 圣经说 有了神的儿子 就有生命 他成为人 的目的 就是要背负 我们的罪债 把那圣洁公益的生命 赐给我们 第四个含义是 他是从死里复活的 也是十五节 神却叫他 从死里复活了 耶稣为什么要 从死里复活 圣经告诉我们 他要为了败坏 那长死权的 因为生命 胜过了死亡 在他的身上 当我们信他的时候 我们就有了 永远的生命 我们就有了 他的力量 这是他来的目的 他借着死里复活 要把能力 生命赐给我们 第五个含义是 他是国度的 医治者 和能力的全员 第十六节 我们因信他的名 他的名便叫你们 所认识的这人 健壮了 正是他所赐的信心 叫这人 在你们众人面前 全然好了 神有个计划 要在地上 建立他的国度 让我们进入国度的 这些人 软弱呢 能够得刚强 羞辱的 可以成为荣耀 避朽坏的 可以变为不朽坏 生命要胜过死亡 我们在这个 瘸子的身上 看见了你 第六个含义 基督的名的含义 他是命定的受害者 第十八节 第十九节那里讲 但神成仲先 借诵先知的口 预言 基督将要受害 就这样应验了 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 使你们的罪 得以涂抹 他是那位 还没有出生 就要替我们死的主 一个人生 是为了死 他活着 是为了受害 他就是人 在十字架上 嘲笑他的 内卫 人说他救了别人 不能救自己 他说是的 我来不是为了服事 乃是 我来不是为人服事 而是来要服事 而且舍命 做多人的暑假 他没来之前 神就说他要来的目的 就是要受害 目的就是让人的罪 得以涂抹 第七个含义是 他是借着众先知的 应许的弥赛亚 神曾经借着众先知 来预告 从摩西到 施取约翰 神要赐一位弥赛亚 但是 以色列人熟读了圣经 就看不出 谁是弥赛亚 而把这位弥赛亚 钉十字架 主耶稣复活以后 有一次他在 伊玛武斯的路上 遇见两个门徒 这两个门徒正在 问他说 你没有听过这两天 耶路撒冷发生什么事情吗 耶稣说 发生什么事情啊 他们就把 他们怎么定 主耶稣十字架的事 都告诉他 主耶稣就引导他们 边走边给他们 查圣经 最后他说 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 说摩西的律法 先知的书 诗篇 反指着我的 都必应验 他就是神 借着众先知 应许的弥赛亚 而且他是将要来的主 要带尽万物的复兴 二十节 二十一节 说 这样安苏的日子 就必从主面前来到 主也必猜前所预定 给你们的基督降临 天必留他 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 就是神从创世以来 借着众先知的口 所说的 这位主不仅仅是来救世人 他的结果还影响到整个受灶 他的结果还影响到整个受灶 他答应我们 他还要再来 到了那个时候 万物就要复兴 因为我们读罗马书的时候 我们也知道 罗马书的八章二十节 那里讲 万物都在指望脱离败坏 因为人犯罪 连累了整个万有 万有都在虚空之中 像我们现在天灾人祸 到处不新鲜 我们正经历的瘟疫 也是不新鲜 所以他在讲 这位基督 是要带进万物的复兴 那是到主要再来的 那个时候 另外一个方面 他是摩西所预言的 那个先知 22节到23节 摩西曾说 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 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 像我 凡他向你们所说的 你们都要听从 凡不听从那先知的 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 以色列人 是非常尊重摩西 他们称摩西为神人摩西 耶和华的意思 都是从他的口里面 向他们讲 他所写的摩西五经 都是圣经 都是神的话 神默示的 但是摩西指的那位说 还有一位比我更厉害的 而且不听他的 就要死亡 这就是耶稣基督 这就是耶稣基督 第十方面 他也是撒摩尔所预言的 大卫的子孙 圣经里面 称到大卫的子孙 都是一个特别的称号 亚伯拉罕的后裔 大卫的子孙 这都是并列的 同等的词 这是马太福音的开章 亚伯拉罕的后裔 他要带祝福给万民 这是二十五节所说的 地上的万族 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 那我们就要问 那我们怎么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呢 我们要明白 先要知道的是 他究竟是谁 他要来做什么 前面十几点所讲到的 就是他是谁 他要来做什么 只有我们根据他的名 所显出来的旨意 我们作为他的器皿 来荣耀神 这个叫做奉主耶稣的名 好像那个瘸子的例子 圣灵把神的旨意 告诉了彼得 要他把他拉起来 这个神迹本身 就是宣布 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 耶稣是弥赛亚 而且告诉人 他要借着在地上的教会 去做这些事情 所以彼得说 我们都是见证 我们神的儿女 我们要认识他 要知道他是谁 要献上自己 不是我们人要做什么 不是我们要做什么 缺乏能力 来说这句话 而是要显出神的作为 基督徒的责任 就是成为神合用的器皿 我们讲第二部分 是回转归向基督 当彼得把基督的名 显出来的时候 就显出了人的罪来 就是前面所说的 把神的仆人 交给彼拉多 也就是前面所说的 弃绝 圣洁 公益者 也是杀那生命的主 就是死路一条 这些都是最大的罪 我们每 这段圣经 虽然是彼得 对着犹太人说的 但是在对待神的仆人 的身上 我们一样 我们同样拒绝 我们不要圣洁公益者 我们不要圣洁公益者 我们不要生命的主 所以彼得就发出了呼喊 悔改的呼喊 十七节说 弟兄们 我晓得你们 做这事 是出于不知 你们的官长也如此 彼得没有说 把他们的罪显出来之后 就一锤打死他们 因为彼得他体会 主耶稣那个中宝的心态 他说 我晓得你们 做这事 是出于不知 你们的官长也如此 好像主耶稣 在十字架上 像父神的祷告一样 他说父啊 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知道 充满了怜悯 他说弟兄们 也是地位的认同 因为他对的是 犹太人的骨肉之亲 因为他们是跟神 有约的人 他们是神拣选的人 可是如今 却成为 杀害生命之主的人 彼得的意思说 我以前也是这样 你们是我的弟兄 他说弟兄们 也是跟他们指出 一条回转之路 虽然我们 罪该万事 但是神 已经为我们 预备了 回转的地方 这也应该是一个 我们传福音的人 的心态 我们传福音 必须有一个 主一样的怜悯 为这些 听福音的人 常常地 祷告 我们也要跟他们认同 告诉他们 我们曾经 也是这样 但是我们要告诉他们 主已经为我们 准备了一条 回家的路 彼得说 我晓得你们 做这事 是出于不知 但是不知不等于 没有罪 有一次我去 纽约州去玩 到了一个很偏僻的地方 突然出来 一辆警察的车 把我给拦住了 我问他说 什么事 他说你超速了 我说在这种 荒凉的地方 也没有一个 还能够 我怎么知道 他说对不起先生 我们州的 线数是55 你开到68 所以 无知不等于 无罪 18节 19节 他就讲到 神已经 为我们 预备了一个救恩 18节 19节 是这么说的 但神 曾借着众先知的口 预言基督 将要受害 就这样应验了 所以你们 当悔改归正 使你们的罪 得以涂抹 我们说 哪有这样便宜的事情 犯罪就是要受罚的吗 我们犯罪 却成了基督受害 岂有此理 但是神告诉我们 他已经 借着众先知的口 预言基督 将要受害 我们常常对神 对我们的拣选 不是太能够了解 我们说 神在创立世界以前 就拣选了我们 我们更不知道 神在创世以前 就预先 为我们预备了基督 这是一个奥秘 这是在 彼得前书里面讲的 我们大家都应该 熟悉一个 圣经很popular的 一个故事 就是在创世纪 二十二章 亚伯拉罕献以上 每一个儿童主日学 都有 就是说亚伯拉罕 要把他儿子献上 因为这个儿子 是神赐给他的 当亚伯拉罕 要杀他儿子的时候 亚伯拉罕赶紧说 住手 我给你预备了 一只公羊 所以这个故事 我们都知道 这是叫做 耶和华有预备 耶和华的山上 有预备 所以那个地方 叫做耶和华 以乐 耶和华以乐 就是耶和华的山上 有预备 二十节二十一节 是讲到赦罪 带出来的恩典 圣经这么说 这样 那安苏的日子 就必从主那里来到 主也必猜浅 所议定给你们的基督降临 天必留他 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 就是神从创世以来 借着众宣之的口 所说的 神为我们预备了救恩 带出了救赦罪 的平安 在这里说是 安苏的日子 就必从主那里来到 当我们活在罪中 长在罪中的时候 我们从来也没有安息 但是当我们 被拯救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有安息 这是我们每一个 蒙恩得救的弟兄姐妹 可以经历的 而且圣经还向我们 确定 他说人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使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给我们带来赎罪的平安 而且还给我们带来了 更大的平安 就是主再来的时候 等到主再降临的时候 所以新约圣经里面 讲到主若显现 我们必要向他 我们不仅仅是罪得赦免 我们还要向他 因为我们必得见 他的真容 而且还要带来万有的复兴 就是先知以赛亚 他的以赛亚书里面 有描写的 他形容了 那个时候是 小孩在丑毁 就是蛇的洞口湾 而狮子要与绵羊同居 我们再也没有瘟疫了 我们再也没有天灾人祸了 这是赦罪所带出来的恩典 因为最终有审判 但是神首先赐下恩典 22节到24节 就是讲到 如果我不要 你说我就是不要 悖逆的后果是什么 what the results of rebellion is 22节到24节是这么说 摩西曾说 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 兴起一位先知向我 凡他向你们所说的 你们都要听从 凡不听从那先知的 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 Moses said The Lord God will raise up for you a prophet like me from your brothers you shall listen to him and whatever he tells you and it shall be that every soul who does not listen to that prophet shall be destroyed from the people 从撒末以来的众先知 凡说欲言的 都说到这些日子 and all the prophets who have spoken from Samuel and those who come after him also proclaim these days 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就是不要 我们就不听那先知的 我们就弃绝那个仆人 我们也不听那爱子的 那我们的结局 就是全然灭绝 25节到26节讲到 拣选的主权 圣经是这么说 你们是先知的子孙 也承受神与你们 祖宗所立的约 就是对亚伯拉罕说 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 后遗得福 神既兴起他的仆人 就先拆遣他们 到你们这里来 赐福给你们 叫你们个人回转 离开罪恶 我们不要忘了 他是对着犹太人说的 所以神说 神是与你们有约的 也给了你们先知 神这样恩待你们 不是因为你们好 这全在于 他的主权和怜悯 因为他要基督 出生在犹大 这是他的主权 我们每一个蒙恩的人 也是如此 我们能够蒙恩得救 并不是我们比别人好 圣经说 连信心都是神所赐的 完全都是恩典 所以 的结论是 你们个人要回转 离开罪恶 这是奉主耶稣 基督的名的目的 奉主耶稣的名 不是一种宗教的咒语 也不是童话故事里面 阿里巴巴和四十大道的 开芝麻 不是我们想要做什么事情 让他来给我们背书 而是这一位创造的 万造物主 对所创造的 的呼喊 慈爱的呼喊 让人类来认识 他是谁 明白他的旨意 而愿意把自己奉献 成为称 把自己奉献 成为成装祝福的器皿 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 我们谢谢你 人的话有限 但你的话语无限 求你的圣灵 继续在人身上工作 让我们在读 这段圣经的时候 有更多的遇见你 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咱们在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